美國制裁中港高官執行細節曝光 最新全球金融中心排名 上海升入三甲,香港變成第五 又一名終審法院法官退任 或者引爆外籍法官辭職潮 繼華為之後,美國又制裁中心國際 朱鎔基外將暗批大陸雙循環 蒙古前總統抗議強推漢語教學 寫信給習近平被退回 大陸九十後拒服兵役被政府處罰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9月28日星期一 歡迎收看疫情最前線Izac 在全球滅公大潮戰役當中 大紀元的新聞節目《疫情最前線》 每一天會為觀眾送上獨家的中國新聞報道 內幕分析,並且結合香港和國際熱點 在善與惡的世紀交戰之中 蠟燭香港,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 放眼全球揭露紅魔的世紀荒野 一個是全球滅公戰役的最前線 我們堅持報導最真實消息 不自我審查 力求在亂世當中發掘到最深刻的觀點 10月1日起,會搬到新的頻道 頻道名叫做《疫情最前線Z》主播 這節目需要你的支持和參與 多過你知道真相,世界就會多一分正氣 好,看看新聞 我們看看有關中港官員被制裁的更多消息 美國財政部在8月7日宣布制裁特首林鄭月娥 在內的11名中港官員 說他們令香港自治受到侵蝕和破壞 9月25日 美國公布《上見問題840》聲明 列出了相關制裁的細節 聲明指出,制裁香港官員 不代表制裁他們任職的港府部門 或是整個香港政府 美國人是可以繼續和被制裁的人 所任職的港府部門常規往來 但禁止美國人和被制裁官員交易 處理他們直接或間接持有超過50%權益的資產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早前指出 對中港官員的制裁行動不是一次就算 相信蓬佩奧這樣說 意味著現在只不過是美國制裁的行動剛剛開始 不知道下一張制裁名單有誰呢 大家有沒有心水人選呢 好,之後關注一下12名被送中的港人 他們被深圳鹽田公安局扣押已經一個月了 香港警方在26日罕有發表聲明 表示廣東省公安廳 稍後會向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檢察院 呈請對有關人士批准逮捕 根據規定 內地檢察院是受到公安機關提請批准逮捕書之後 7日內要做出批准或不批准逮捕的決定 那麼一名受家屬委託的內地律師表示 相信檢察院很大可能批准逮捕 希望大家可以持續關注22位香港人的情況 而是香港被囚禁的抗爭者 他們的遭遇都要大家關注的 一部揭露中共酷刑的紀錄片 昨天在香港首映 6位曾經囚禁在監獄的香港民主人士 在片中接受訪問 其中5人在播出後分享時坦然 沒有想過香港崩壞的速度會這麼快 呼籲香港人做好肉體和精神的準備 當被問到香港監獄有沒有被大陸化 曾經被囚326日的佔中三子之一曾建文說 可能因為自己比較出名 在監獄中待遇都不算太差 但眼見去年反送中更多年輕抗爭者被困 四成是學生 監獄因此而組織籌備了一個青少年研究所 包括《港壽國安法》 甚至要邀請親共組織教聯會副主席鄧飛教書 但他坦然 這一類洗腦的教育是沒用的 只會帶來更多的反抗 參加首映禮的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說 中港抗爭者成為了命運共同體 這麼邪惡的政權還可以支撐到現在 他說有登陣會有人 支聯會會繼續為大陸維權人士發聲 包括會關注被送中的12名抗爭者 除了抗爭者的情況需要大家關注之外 相信大家都很關注香港的經濟情況 9月25日由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和英國智庫 ZN集團聯合編制的第2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28報告正式發布 其中上海的評分超過東京第一次進入全球三強 香港評分上升6分超過新加坡排全球第五 深圳和蘇黎社都上了榜爬在前十名 報告還說在不確定的國際大環境下 所有金融中心得分、平均分都顯著下降 但香港整體的評分和排名就比3月有所上升 不過由於評分系統有中國背景 分報告是受到質疑的 而中共在強退國安法之後 隨著美國的制裁香港未來是否會失去金融中心地位 而被上海取代一直都是被討論的熱門話題 香港的經濟有所倒退 司法體制可不可以堅持著一起看看 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苗禮至南雀 在9月25日向傳媒表示 因為身體不適、適宜長途旅行 將不會再來香港審案 今次是繼今個月頭 另一位非常任法官施國民辭職後 香港終審法院外籍法官的又一次異動 同時間也再次引發外界對外籍法官全體辭職的擔憂 苗禮在接受明報查詢時承認 可能會走到那一步 就是全體海外的法官都請辭 但是他希望不會發生 我相信香港人都一樣 不想這件事發生 不過銀建政府現在做的事暫時沒有一個加分 之後看看國內的新聞 繼華為之後 美國政府開始制裁中國最大的晶片製造商中芯國際 實施出口限制 美國和中共的科技脫勾正在加速著 根據美國路透社和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美國商務部在9月25日發出信 給那些和中芯國際有業務往來的廠商 要求他們必須申請出口許可才可以繼續為中芯供貨 這樣可能會令中芯的關鍵技術設備出現斷工的局面 中芯國際是大陸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商 亦是繼華為之後 第二間受到美國出口限制的中國領先科技公司 這間公司表示 還未收到相關限制的任何官方通知 亦否認與中共軍方有任何聯繫 中芯國際的總部位於上海 業務覆蓋大陸多過一線城市 香港、台灣、日本和歐美多過國家 看完美國制裁中共之後 我們又看看中共內鬥的情況 中共政權面臨前所未的嚴峻危局 內鬥都變得更為激烈 針對習近平由供給質改革到經濟雙循環的報局 朱鎔基的前秘書、前財務部部長 柳繼偉日前很罕見地搬出了前總理趙紫陽的經濟決策那套東西出來 並且暗地裡批評供給質改革 按照經濟雙循環的報局是做不到的 柳繼偉日前在陸媒站文分析歷年北京的經濟決策 他說一個經濟體系對國內國際循環的依賴程度可以有不同的量度 他說醫度就用貿易依存度來量度 1978年以前中國貿易依存度不足10% 是典型的封閉型經濟體1985年達到23% 文章說當時國務院辦公廳調研室觀察到這個現象 分析認為中共整體改革還未開始 基礎設施又不完備 但應該觸實這個機會 擴大開放大力吸引外資 文章更罕見提到 時任總理趙紫陽當時批示 我們應該實行沿海地區國際大循環戰略 他還加以肯定 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貿易依存度逐步提升到1993年的32% 這一段期間大部分年份處於貿易易差 趙紫陽因為在1989年六四民主運動當中 支持示威的學生被中共元老趕下台 被軟禁當年之後在2005年過身 目前他的名字在中國仍然是禁忌 文章繼續分析 1994年中國開始外匯和外貿體制改革 貿易依存度逐年提升到2006年達到頂點為67% 再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 中國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 農民工紅利逐步消失 貿易依存度逐年下降到2019年為35% 文章坦誠 從國民經濟角度來看 積極參與國際大循環 增加國民收入都會增加國內需求 重要的是解決好制約雙循環的問題 就是推進供給質結構性改革 推進依法治國 降低基礎設施 和降低準公共設施的用戶成本 維護和改進國際規則 針對當局提出的經濟雙循環 文章強調 真正的供給質結構性改革 必須基於規則的對外開放和依法治國 這兩個重點 文章還不點名提醒當權者 特別要提醒既然是客觀規律 政府猶豫按雙循環優化產業鏈佈局是做不到的 欠著動用公共資金搶佔技術新高地是做不到的 得不償失 還會引起國內國外的誤解 今年70歲的柳繼偉被認為是中共前總理朱鎔基的親信 是中共體制內改革派的官員之一 他的試圖升遷跟著朱鎔基的升遷 2019年4月 柳繼偉因為公開批評中國製造2025計畫 突然提前卸任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理事長的一職 中共的內鬥又點字一單 我們看下去吧 中共政權內外交困、危機加劇、黨內之爭也擺上台 外界發現9月23日的中共黨媒《人民日報》 頭版上居然很罕見地出現了李克強前往上海視察的新聞 但版面排得很離奇 正在呈現文章標題 想要看內容就要轉去第四版才找到 而且看起來就好像被上面習近平的新聞踩在腳下 有網友評論說 總加速師當然不會被減速師李中堂搶了自己的風頭 道獨都比李中堂的面積大 7月份李克強到貴州視察當時 黨媒都曾經淡化報導 美國華人學者韓連潮在7月曾經在推特說 中共黨媒不准報導李克強總理 推文中還有微信聊天的劇圖 有人透露中央電視台已經收到通知 不准再宣傳李克強特別是同記者的講話 有分析認為 黨媒對李克強的消息刻意視而不見 這個現象非常不尋常 大家都可以聞到 習李分裂放了上台 李克強是被鼓納的 好 之後我們一齊看看內蒙古的消息 日前前蒙古總統 阿納貝格杜爾吉寫了一封信給習近平 抗議中共當局在內蒙古強退漢語教學 阿納貝格杜爾吉在信中表示 自己私所以寫信給習近平是因為成千上萬 希望履行中國憲法賦予權利的蒙古人 和他們的子女 正在遭受難以形容的痛苦 我無法坐視不理 阿納貝格杜爾吉強調 作為蒙古民族 世代象徵的語言和文字 絕對不可以誤見或斷裂 並且敦促習近平 叫停強推漢語教學運動 以防出現後果 但這封信在9月25日 被中共駐蒙古大使柴文睿退回來 柴文睿在回信中揚言 一切涉及內蒙古事務 都是中共的內政不可干涉 並且直接拒絕接受 阿納貝格杜爾吉在信中展述的觀點 中共領導人的傲慢自大 在國際社會引來強烈反感 有一個印度人弄了一條片 內容是莫迪和習近平最近在Twitter上熱傳 影片中習近平喝了六具人藥水後 迅速變成大隻 但還未出擊就突然變成原型小熊為例 大家知不知為何呢 原因竟然是因為藥水是Main in China 隨時之外 網上都熱傳習近平變毛澤東的動畫 畫面中習近平的頭髮沒有了 看下去就是毛澤東的樣子 一個都是因為習近平最近走毛澤東那條極左路線 外界普遍對習近平不滿 在這個世代大家都是苦衷作落 不過就不是個個都可以的 中共在進行下秋季徵兵 大陸多個地方都傳出不少青年拒絕復兵役 最近雲南省文山市政府和中共江西省上搖市 順州區政府分別發出通報 處理兩名1998年出生的男生拒絕復兵役 通報說他們都是大專認界畢業生 致願報名認證 但復兵役之前的訓練令到他們入伍意願下降 最後竟然選擇退出 當局因此對他們兩個進行了八項處罰 包括兩年內不會被錄用為公務員和國有企業工作人員 兩年內不可以入學和升學 三年內不可以辦理經商手續 黃先生被處罰一萬二千元人民幣 徐先生被處罰二萬元 除了拒絕復兵役之外 一段影片在網絡上都熱傳 疑似是中共軍隊被派往中印邊境的路上 一路長一路哭 影片中有些士兵手上拿著口罩 應該是近期拍的 雖然中共官媒觀察者網報道 他們是安徽省浮陽市十個入伍的新兵 女別爸爸媽媽 但Twitter網友說他們是派到中印邊境的士兵 他們花了錢入伍 本身計劃是和自己貼金的 專業做大王 現在變成炮灰 聯想在雲南和江西這兩名青年 情況可能都很類似 別人覺得當兵只是打份工而已 打仗要賺命禮博 都是不了 我們10月1日就會搬去大紀元的其中一個分頻道 疫情最前線 希望大家訂閱新頻道 還要按小鈴鐺 還有就要選全部 大家可能有聽石屎說 新頻道不容易被YouTube推薦給大家 希望大家主動點搜尋這個頻道 接下來這兩三個月都打字搜尋疫情最前線 大家在下面內容可以看到條link 現在按這個logo都可以按一下訂閱我們的頻道 10月1日中秋節 我在新頻道和大家團員 請記錄 很資訊 請記錄